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得健康又美味 香叫做千斤鸡 为什么叫千斤 因为我们做15分钟就做好了 所以春宵一刻吃千斤 所以叫千斤鸡 这道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今天准备了有7个小鸡腿 葱 姜 大蒜 这个做法就是准备一个锅 我们把葱放进去 把我们切一些姜 姜多多少少都没关系 喜欢大蒜 大蒜多多少少都没有关系 把它放到锅里 把鸡剁成块 剁成你要的大小块 喜欢吃大块一点就大块一点 小块一点小块一点的 我们要剁成块 我们现在要烹煮千斤鸡的时候呢 我们就准备半杯酱油 然后呢我们准备一杯酒 因为酒可以把那个千斤鸡的 那个滋味调到更好 准备两匙的油就好了 不要准备到一杯或者半杯 两匙的油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烹煮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调理千斤鸡了 把这个锅烧热 然后我们倒两大匙的油 然后呢我们放酱油 酱油大概半杯的样子 等到看锅里头 酱油全部通通滚起来 好 现在开始慢慢滚了 这时候火开小一点点 常常滚起来之后呢 酱油的香味让它出来 假如说现在就放久的话 那个酱油香味没有出来 不会这么香 所以呢要等它全部整锅都滚了 好 现在看到整锅都滚了 都在冒泡泡了 看到吗 看到吗 这时候加一杯的酒下去 再把这个酒烧滚 全部通通泡泡 我们就可以把它铺在 刚才准备好的底下铺 放了葱 放了姜 放了大蒜 铺在底下的这锅的鸡肉里面 好 现在等看这个锅 让它滚起来 滚起来就给它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煮15分钟 这道菜就可以完成了 你会觉得这个道菜 做的实在是太简单了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千斤鸡 因为春宵一刻只千斤 所以15分钟就做完了 只是15分钟做完 是指它在炉子上 烧的时间15分钟 看到现在整锅 都已经冒泡泡了 这个就是这个滚了 我们就把它倒在 这个里面 然后开火 给它煮15分钟 15分钟过去了 这个千斤鸡已经好了 大家看 感谢各位的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通知 我们每周四晚上9点 都会推出新的影片 跟着食物链一起吃的 健康又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期再见